高级社区外传来惊天巨响 11月22号深夜 新店中心路上 有民众在社区外连放47发鞭炮 辖区警方事后迅速逮人 而秋行嫌犯共称 纯粹好玩没针对谁 但住户出面控诉 案情没这么单纯 去年7月 在宜兰梅花湖的一场车祸 原本对方塞了3600元换和解 但蓝小姐事后告诉对方 自己需要附件6个月 秋行男子认为此举是在讨钱 开始了连串的恶劣作为 当行遭报复 蓝小姐事后撤稿 但她的个资却随着不起诉书 送到对方手上 她说秋行男子盗用她的照片 还创立脸书账户 甚至也长期传讯息恐吓骚扰 更过分的是 一年内到社区外放炮十多次 闯进社区破坏爱车轮胎 拆点等恐吓 种种行为令人发指 长达一年的骚扰 不知令蓝小姐身心俱疲 社区人心惶惶 虽然警方积极处理 但案件到了法院旧卡关 现在的她连安心入眠 都是一种奢求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 她的优散